歡迎收看有熊老師佩妮教數學 這個佔比是我們在比例這邊應用問題的一個大宗 而且都有的時候可以難起來蠻難的 那我們在上一集介紹了濃度 在這一集我們再要特別介紹一種類型 上一集最後我們解的這一題 一年級男生裡面雙眼皮有88% 女生雙眼皮有9成 最後問這個一年級學生共幾人 我們那個時候設了一個類似二元一次方程式的方式去算 所以最後解出來這個X275然後Y4310 因為在這裡我們其實還要再用另外一個方式來講解這個問題的思考模式 老師教的不是只是說解法可以這樣解 我們要帶大家思考為什麼 因為這種題型它可以出的模式很多種 每一種衍生出來的算法都不一樣 就好像我們上一集介紹濃度 你看我們上一集介紹了各種濃度的問題 有的題目看起來是用這個除這個 有的題目看起來是用這個乘這個 有的題目看起來是怎麼樣怎麼樣 所以如果你只是看老師怎麼解 或者說如果身為老師只是教說這一題就是拿這個除這個 這一題就是怎麼樣 這樣學不完 那我們來把這一題想清楚 男生雙眼皮有88% 那麼這個雙眼皮有88% 我們把趴寫在這個格子的右下角 這樣一來單眼皮是12% 女生雙眼皮9乘是90% 那這樣一來單眼皮是10% 接著他跟你說單眼皮 男生單眼皮有33人 那女生的單眼皮有31人 那請問這樣子一來 他要問說一年級隨身供給的 所以我們就可以從這裡 男生單眼皮 單眼皮占男生的 我們要去抓一件事情什麼 就是說這些趴數 到底怎麼樣組合起來是100% 這個33去除12的時候 除出來的數字其實是男生的人數 而不是單眼皮的人數 單眼皮占12% 那所以你拿33除12% 除出來呢 其實是男生的總人數 因為他是指男生單眼皮占男生總人數的 這就是我們在這種題目裡面 一定要去抓到的一個關鍵 也就是說這個 他告訴你的這些比例裡面 這個100%的是什麼 這個100%的到底是什麼 那在這裡呢 這個100%的是總人數 所以33除12% 就除出來是 上次算的 懶得算 這個275 那一樣在這裡這個31 除10%除出來的這個是310 所以 這是男生人數 這是女生人數 我們這邊得到的是 總人數是這樣子 可以嗎 我們換一些題目來看 好 我們來看另一種題目 你看這裡 一年級男生裡面數學及格的是 不及格的兩倍 因為原本寫一句廢話把它塗掉了 那這個女生的數學及格呢 它是佔了3乘5 所以我們一定要搞清楚 這個數學及格是不及格的兩倍 是指一年級男生數學及格的 是不及格的兩倍 那 我們一樣 剛剛才一樣這樣做 來畫一個十字男生女生 數學及格不及格 數學及格是不及格的兩倍 其實我們在上一集就有提到 因為總共 這個一年級的男生 他數學要嘛就及格 要嘛就不及格 所以全部合起來 就是男生的人數 而及格是不及格的兩倍 代表這兩者是2比1的 2比1 那 然後他說這個女生數學及格的佔3乘5 所以他不及格的其實是佔女生的 3乘5 你不及格的是佔6乘5 可以嗎 那這樣子的話呢 我們要去算這個問題 所以在這種題目裡面 我們最好來稍微射一下 這個射 我就直接寫在這裡了 我用講的 但是我直接寫在這裡 射呢這個既然它2比1嘛 所以我們有講到射R的這個概念 那我們就把數學及格的人數呢 射成是2R 但是怎麼辦 我等一下女的這邊也要射 所以我改射 2A 不及格人數是1A 這樣是就2比1 那女生呢 女生這邊 及格的人數呢 既然它是3.5比6.5 初五是7比13 所以女生的這個人數 我把它射成是7B和13B 你會發現我這個射A 這個射B 為什麼 它2比1代表它跟它有一個固定的比值 那固定的比例固定的比值 也就是我進行約分約掉的一些數字 它也許是20它是10 我約掉的是10嘛 但是我在這裡 我約掉的不見得跟它約掉的一樣 所以我這個7B和13B 這個B呢 我要射的跟它不一樣 那這樣子 我們剛才有提到一個很重要的步驟 就是說我要知道我這邊合起來的是什麼 所以你會發現 目前題目給到的 這個比例合起來的是 這個男生全部人數和女生全部人數 對不對 也就是說這兩個射成A 這兩個射成B 再來看一下它說 男生總共有351人 女生總共有360人 所以在這一題呢 他問全校數學幾格是不及格的幾倍 所以說我們就回來算中間這一些格子 35的話 2 351 351 抱歉 你會被這個格子擋住了 所以男生呢是351乘上3分之2 那女生算一下吧 這個351除3 117 117 117乘3分之2 234 可以嗎 那不及格的話是117 所以合起來是351 對 女生的話呢 其實這樣這兩個合起來剛好是20嘛 所以它是20分之7 它是20分之13 那360除20是18 所以18乘7 717 875 16 126 那 18乘13 這個 我直接拿它減 240再減6是23 4 就是說這邊它就是360-126嘛 那360-120是240 所以這是234 所以最後總共及格的人數其實是這個合起來是360 那這邊 這邊不及格的人數合起來其實是1 然後這裡是351剛好 對不對 所以其實呢 他說及格人數是不及格人數的幾倍 就是351分之 360 360 360 倍 這樣子 有沒有得約啊 有3可以約 117 可以約9 9 9 3 27 9 他約9 40 所以是39 所以是39 40 倍 看下面這題 好 一年級有戴眼鏡的學生 所以你看我們要把它分析清楚 一年級有戴學生的男生裡面 有戴眼鏡的學生裡面 男生佔5分之2 每戴眼鏡的學生 每戴眼鏡學生中每七個有三個是女生 那麼一樣來吧 Glass No glass 沒有戴眼鏡的 那有戴眼鏡的人裡面男生佔5分之2 所以另外一半是什麼東西 那我們剛剛說 也就是說這個整體是多少 我們講佔比嘛 佔比就是有一個整體 整體是 其實他在這裡講的整體是這個 男生佔他的5分之2 所以女生佔他的5分之3 對不對 所以我們要設的話呢 應該是把男生設成是2A 女生設3A 這種題目最重要就在這裡了 就是你要搞清楚到底合起來的 這個是指什麼 然後我這個A是哪一組用同樣的男 不是這一組還是這一組 那沒有戴眼鏡的學生中 七個有三個是女生 也就是七個有四個是男生 所以把沒有戴眼鏡的人 這個男生跟女生分別設成是4B和3B 這樣可以嗎 想清楚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 那我剛剛講你可以掌握幾個法則 第一個去抓到佔比5分之2 這樣子整體到底是指什麼 指的是所有有眼鏡的 通常這個圖畫出來對你會有點幫助 那沒有戴眼鏡的學生中 七個有三個是女生 所以沒有戴眼鏡的裡面 4比3這樣子 好結果他跟你說男生總共是192人 女生總共有198人 所以這一題你看他的算法又跟剛才這題不一樣喔 對不對 我們前面那一題用除的 後來這一題用乘的 剛才這一題我們試這個 33%除12% 在這一題是351乘這個3分之2 那底下這一題呢 我要怎麼算 其實你應該可以看出來吧 這裡就是他人數總共192嘛 所以其實我們其實是要解一個2元一次方程式 那我們來把這題這個完整的算式寫完 仔細誘成 男生 戴眼鏡 戴眼鏡的有 2A 人 女生 戴眼鏡的有3A 人 男生 沒帶的有 4B 女生 沒帶的有 3B 最後男生要不然就有帶 要不然就沒帶合起來 192 所以 下面有沒有寫的 上面 2A加 4B是192 3A加 3B是 198 198 來看下面這個問題 一年級的學生帶便當 帶便當的 佔五分之二 二年級的學生 帶便當是 沒帶便當的一半 如果一年級學生總數 是二年級的五 六分之五兩個年級加起來 帶便當的學生是幾分之幾 你們要不要按個暫停 謝謝看 我們今天要教的蠻多的 就先不閒聊了 你們可以按暫停 謝謝看 照慣例 來分析他一下 一年級二年級 帶便當 沒帶便當 好 寫一個便有點奇怪 no便當 以英文的文法來說應該講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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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便當 沒有便當 來 所以 一年級學生中 帶便當的佔五分之二 也就是沒帶便當的佔五分之三 那這個是指 整體是 全部一年級的學生 有帶便當的佔五分之二 沒帶便當的佔五分之三 所以二比三是比在這裡的 那我們就直接寫了 二A跟三A 可以嗎 二年級學生 帶便當是沒帶便當的一半 一半 一半比一 也就是一比二 所以呢 設成這個 1B跟2B 你要知道你的A是設這樣子 B是設 設在這一排 不是設這一排 對不對 想清楚 那麼 他說 如果一年級學生總數是二年級學生總數的五分之六 也就是說 結果 這邊 比 這邊 比起來是 這個 他是他的五分之六 代表他們兩個比起來是五比六 這個我們 做了這麼多比例的問題 我就直接 寫這一步 就不帶大家去分析了 那麼這一題要怎麼做呢 我們有兩個方式可以去做 一個方式是 我們透過這裡來列一個比例是 2A加3A是 5A嘛 所以 5A 比上 B加2B是 6 B加2B是3B 所以5A比上3B 是5比6 這樣我們是不是就可以把A跟B找出來 A跟B的比是多少 所以他除5他除3 我們前面有練習過 這裡可以直接這樣做 他除5他除3 所以 A比B其實是1比2 對不對 那既然A比B是1比2的話 我們就 不如我們就來把它設一個R 也就是說 如果把A設成是R B是2R的話 塞回來 這題是沒有辦法把實際數字找出來的 A是R B是2R 所以這裡 2A其實就是2R 3A是3R B是2R 2B是4R 可以嗎 最後他問兩個年級加起來 5R加6R 11R 那帶便當的有4R 所以這就答案 可以嗎 那我剛剛說有兩個做法 另外一個做法是 其實在這邊呢5比6呢 我們就直接來設這個 如果因為這裡寫5比6 所以我說他是這個 我就直接把一年級的設成5R 二年級的設成6R 那 2A 2A加3A合起來5A是5R 所以你就會發現A就是R B加2B合起來是3B 3B是6R 所以你就會發現B是2R 結果你列出來的這個算式會一樣 後面這個步驟當然 我們看過一次就會知道說 原來也有這麼樣去想的方式 但是前提是你一定要能夠透過分析 把你對一個沒有看過的題目 一個沒有看過的題目 他會帶給你一些困擾 但是我們透過分析把這個困擾降到最低 降到最後只剩下這個劣勢 你就有機會自己想出來 那如果你連前面的這個分析都沒有 你就要靠自己的腦袋去想清楚這一題 尤其當他沒有給實際數字又用比的時候 那其實學生要寫對這一題的機率就不高了 可以嗎 所以我們要前面這個想 前面這個分析的步驟一定要會 然後我們來看下面這個問題 一年級學生中男生佔48% 二年級女生比男生多2 9分之2 如果一二年級加起來的話 那男生人數跟女生人數呢 是51比58 求一年級學生總數比二年級學生總數的比值 就是一題比一題還要難一點點 但是呢 總而言之我們來分析一下它 可以嗎 一年級學生裡面男生佔48% 換句話說女生佔52% 所以其實呢這個100%的是什麼 100%合起來就是一年級的學生 那我們在這裡就直接用色的啦 既然是這個48比52 先來畫一個簡單整數 除4 除4 所以是這個12比13 可以嗎 所以它其實是12a 13a 那合起來是一年級人數100% 25 二年級女生比男生多9分之2 這裡要注意它是多9分之2 換句話說呢 這個女生減男生是男生的9分之2 對不對 一項 其實女生是男生的9分之1 所以女生比男生其實是11比9 那我們要設成11b和9b 一項 你嗎 他說 如果一二年級加起來男生人數比女生人數是51比58 一二年級加起來的男生這邊比這邊是51比58 於是我們會得到什麼 這裡有這麼一個式子 這個 寫在這裡 12a加9b 12a加9b 它比上 13a加11b 是 51b 是 51b 好 我們來把它這個內向相乘等於外向相乘 把它 A跟B的關係解出來 那麼 你會取得這個 51乘13 51 1 5 3 所以是 663 663a加上51乘11 是 561b會等於 58乘12 58 10 16 所以是6 9 6 6 9 6a加上 58乘9 9 45 72 5 5 2 5 5 2 5 5 5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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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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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5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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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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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7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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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一年级人数的总数是156加169 给他1 就是170加150是325 这个给他1 所以是220 所以其实他是325比220应该是可以约5 约5的话剩下65比上44 所以 这个答案就是这个了 比值是四十四分之六十五 这就是这一题啦 你看他其实 不那么好算 当然因为老师的数字出的有一点不好称 但是呢重点就是说你要去分析他 那你会发现 总的我最后题目这里跟你说 男生人数比12年级合起来 男生人数比女生人数是51比58 你就知道说我是要写这个 12a加9b比上13a加11b是51比58 这样去算 好